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 今天呢,是香港警方包围理工大学已经进入第八天了 现在呢,我继续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这第八天的过程当中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现在呢,其实在理工大学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在里面呢 这个数字呢,就失控了 其实谁也不知道 为什么说谁也不知道呢 因为校园里面的人呢,现在他们藏起来了 他藏在什么地方呢,都不知道 我估计呢,他们就想以这种方式 他躲起来,他藏起来 等着总有那么一天 警方呢,会撤退 会撤销对理工大学的这个包围 等他们如果撤销 或者进去呢,搜一圈,看一圈 检查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会离开 如果离开的话呢,他们就跑出来 因为那理工大学里面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学生是最清楚 都有哪些脚脚落落可以躲藏的 所以说呢,他们现在是藏在各种地方的 那今天呢,又有很多人呢,会进到校园里面 试图去找一找 试图去说服他们,让他们出来 或者是呢,进去给他们打打气 就看进去的人是什么立场了 对不对 不断的有人进去 就是说他们进去呢,他们看不到人 今天又有三个人从里面出来 第一个人呢,是前香港政学委员 他进去了以后,带出来一个20岁的 一个理工大学的学生 这个理工大学的学生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职务啊 或者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普通的暴徒啊 还是起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作用啊 这个现在呢,不是很清楚 根据这个前政学委员他说 他进去以后呢,他就找到了这么一个人 他估计说 至少有三个人是拒绝出来的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进去了以后 就在他们那个食堂啊 或者教室啊 他那地方呢,他有看到 有开着的电脑 在电脑上 他们在上面写的有信息 然后呢,写的是 感谢进来救我们的人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们呢,现在是不会出去的 看到有三台电脑 发布这样的信息在屏幕上 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呢 至少有三个人是拒绝出来的 那里面呢,到底有多少人 有媒体采访了 其中的一位在里面留守的这个暴徒 他跟媒体说 其实他也只是估计啊 他说估计在校园里面 有五十到一百个人 在里面 但是呢,他们都藏起来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没有办法 具体估计到底有多少人 好,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呢,还有这个 宗教人员进去 然后带出来了两名人员 一个呢,就是在里面 自称是在里面负责做饭的 他说是,他在里面 说他就是负责做饭 这些天以来一直是给他们做饭的 他是不参与他们这一些行动的 这个呀,有可能是骗鬼的 这就是借口 谁知道啊 警方呢,现在你甭管你 以什么借口,一概都是不理的 如果你是18岁以上的话呢 我就会马上拘捕你 除非你身体不适需要就医 那这位所谓这个做饭的 他现在呢,因为他声称他身体不适 然后呢,他需要就医 现在呢,他就去就医了 警方没有当时对他进行拘捕 但是肯定是登记他的个人信息了 还有照相了 这些措施都是有的 让他呢,先去就医 没有拘捕他 那还有另外的一位 这一位呢,就是理工大学学生会的 叫什么理属或者属理会长 他是负责某一方面的啊 属理会长 他是一个学生会会长啊 然后呢,他也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马上就把他拘捕了 这个呢,也进了这个校园里面的一个公民党的主席 他也是立法会的议员 他就表示抗议 他说呢,这位学生会的会长 他在里面只是为了维持秩序 他并没有参与什么暴动 现在以暴动罪把他给拘捕 这是属于警方滥捕 提出这样的一个抗议 这些东西呢 你要是作为立法会的议员 说这样的话呢 真是老百姓你要稍微懂一点的话 下回就不应该选他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法盲啊 你说你有一千条理由 你有一万条理由 现在你从里面你出来 对吧 单凭你跟警方这么说 警方就会放掉你吗 你到法庭上去说呀 警方现在你就是 你出来一个 我就拘捕你一个 出来一个我就拘捕你一个 那这里面会不会 有的人呢 就真的是像他说的这样 这个可能性 甭管多小 应该也会有吧 但是你不要跟警方说 警方无法做判断呀 现在 你到法庭上去说呀 这就是法律啊 对吧 你到法庭上去说 你如果你清白的话 你怕什么呢 你就到法庭上去说呗 对不对 现在立法卫护委员 你现在就要求说 警方就把他放了 这是明显的 这是法盲说的话 还有那些啊 顺便我就补充一下 我不是昨天 我说了像吴尔凯西 带领着一帮八九六四 那些残余分子 他们联名还写了一个声明 一个是呢 要求那些暴徒说保存力量 以备以后呢 再进行这种 然后呢 吴尔凯西他们还说什么呢 就敦促香港政府 即刻释放那些 所有被捕的示威者 吴尔凯西你们老大不小了 对不对 现在都五六十岁了 在西方这种法治的国家 号称法治的国家 一点法治观念都没有培养起来 真的是还撒不打眼的 要脸不要脸啊 懂不懂法律啊 那些个暴徒 咱们且不说那些个暴徒 他们应该不应该放 你就算是放他们 要不要通过法律的程序啊 要不要通过法庭来放啊 林郑月娥 作为一个行政厂官 能说把他们放了吗 说这么没有法治观念的话 本身就非常丢人 好 这就是今天呢 从里面带出来的这三个人 一个呢 是一位二十岁的理工大学的学生 当即就以暴动罪 就拘捕了啊 然后第二个呢 是那个所谓的做饭的 然后呢 就让他去就医 暂时没有拘捕他 以后肯定也会拘捕他 因为你要说你就是在这做饭 你到法庭上去说去 然后第三位呢 就是那个学生会的会长 也一样 马上呢 暴动罪 把他拘捕 你要是说 你在里面就是维持秩序的 那你到法庭上去说去 现在这三个人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警方呢 在他们的Facebook上面呢 今天也发了一个声明吧 或者是呼吁 警方呢 就像现在仍然在学校里的学生呢 就交代 警方再次强调 是以和平的方式 和灵活弹性两大原则 来解决这个事件 希望呢 这里面呢 应该还会有未成年人 如果你未成年人出来的话呢 肯定不会马上拘捕你 会让成年人陪同 让你回家 但是呢 登记在案 不排除以后呢 继续追究你的责任 对未成年人 对于成年人呢 就希望你们能够呢 出来 然后呢 配合这个程序 会马上拘捕你 然后等待过堂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也感谢社会上的 不同社会的人士 向理大留守人士 进行劝说和提供 适当的协助 这个我说了 其实有些人进去呢 他带着他的目的 并不是进去说服他们 一个呢 他们想进去了解 了解情况 就看你的立场了 有的可能会是 你比如说 那个前政协委员啊 他有可能是 进去呢 就是为了说服他们 但是呢 有的人 可能进去呢 就想了解情况 甚至呢 如果他们见到 他们的话 有可能对他们说的话呢 不起什么好作用 就跟当年赵紫阳 说那话似的 这些进去的人呢 包括理大的职员啊 校长啊 社工啊 律师啊 立法会议员啊 宗教领袖啊 还有一些临床的心理医生 这心理医生呢 以这种心理医生的名义 进去 其实也是别有用心 我认为 好 这是校园里面的情况 估计里面呢 有可能吧 有50到100名 或者说 之前呢 就有人估计 可能是50名左右 这些估计 可能都不太准 因为他们藏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再说呢 就是校外 现在在发生什么 校外呢 基本上现在还比较平静 那昨天呢 我就跟大家说了 有人就在太古那个地方 那个活动叫和你烂吃 就是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呢 就跟太古那个地方 可能是个街心公园啊 或者之类的 一开始我目测 有那么十几个 后来到最后呢 聚集了 苹果的记者说呢 有50个 也未必有那么多 然后呢 他们就上路 然后一路呢 就喊那些个 什么那个 光复香港啊 时代革命啊 黑警死全家呀 这些个口号 那今天呢 在香港呢 他们再次又在 九龙堂那个地方 他们又发起了一个游行 这个游行呢 那记者是说有过百人 但是我目测了一下呢 好像跟昨天好像差不多 那也就几十人 现在他们组织不起来多少人了 然后这个游行呢 主要是声讨这个警方 过度使用催泪弹 说是这催泪弹呢 现在在空气里面呢 还弥漫 让他们身体不适 打着小孩的旗号说 让小孩身体不适 反正他们就是以各种理由吧 也得刷刷存在感 还得闹出一点声音来 但是呢 这个声音呢 已经是不大了 然后组织起来的人呢 人数非常非常的有限 好 这是他们这个示威的情况 另外呢 就是警方 昨天的时候呢 在望角那个地方 在一个巷子里面 有群众举报 说那里呢 有他们遗弃的燃烧弹 那警察来了以后呢 就在巷子里面就发现了 一共有74枚燃烧弹 被他们遗弃在那里 然后呢 就警察把它收走了 那今天呢 是有毒液体的东西 那天我们说了 就是在中文大学的校园里面 找出来了他们遗弃的 3900枚燃烧弹 估计这事完了以后呢 在理大的校园里面呢 应该也会找出来很多了 现在呢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城大 城市大学 他们发了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就说呢 据可靠的消息来源 说他们现在计划呀 下一个要搞的校园 就是城大 现在城大呢 就发了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呢 就表示说 城大现在校园里面 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城大呢 就不希望 这个校园再继续遭受破坏 他们现在呢 采取一些措施 在学校里面呢 搞一些保安的 安全的这些措施 来防止下一次 再利用城大 作为一个阵地 再搞事 但是这事呢 都不一定 今天此时此刻呢 我们北美 还是23号 但是呢 中国以及香港 已经进入24号了 24号对于香港来说呢 是一个大日子 就是他们选举的日期 24号这个选举之后 他们会不会再搞大事 这都不一定 如果搞大事的话 反正他们现在呢 城市大学 他们得到消息 他们呢 下一次会到 城市大学的校园里面 来搞事 好 一会儿呢 我还会做一个视频 我来讲一讲 有关于就围绕他们 投票这件事 我会来说一下 方方面面的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我会继续 感谢观看